这美丽的感觉是很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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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两弟弟你们好呀 上期视频做卡士达酱剩下了不少蛋白 本着精简持家的态度 今天我就要做一款天使蛋糕卷 你看就会一出的飞的那种 但像我这般抑郁常人的面 怎么甘心做普通的蛋糕卷呢 于是我弄了麦克的早餐 我也打造了一款内行丰富而不是协调 还比较清楚而不是艳丽的 紫薯白玉卷 你听到他来说什么了吗 不听懂 紫薯挑大块的 捣烂橙泥 再加10克糖粉 搅拌均匀 拌奶油 也可替换成牛奶 搅拌搅拌 冷藏备用 奶油 弄到正常点 奶油打发到9成 这个是用来加新的 在卷之前再打发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牛奶豆啦 牛奶和白砂糖 加要到50度左右 你看到猫烟了 关火散散热起 然后放泡枕的吉利丁片 搅拌到完全融化 再来点高级色素 调个洞04号 过筛 至少要冷藏两个小时 所以记得要提前做哟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角啦 这个房子是三碗受了魔改的 感觉不是特别友好 不同牌子的奶粉吸水性不一样 做出来的面糊糊粘成对也不一样 所以做的时候要多问问 奶粉你渴吗 不渴 那就再喝点 还渴吗 不渴啦 好的 然后就可以打发蛋白啦 大臣说要打到这种湿湿软软的样子 然后先让一部分人敷起来 再带动后腹 实现凭距差距越来越小 最后达成一炬 送进烤箱160度20分钟 那么问题来了 我前面能做对了 为什么会翻车 查了一下 原来是配方蛋白含量过高 所以容易输缩塌陷 嗯 可我真的是天使蛋糕卷牙 这我叫蛋黄色怎么回事 但像我这般抑郁常人的妹 当然是不管它啦 切掉四边看起来还算那么回事 嘿嘿 抹奶油 放奶冻 再挤上紫薯泥 紫薯泥冻硬了有点难挤 用手五五热就好了 下面也别忘了抹点奶油哦 但是也不要太担心 不然就会 哈哈哈哈 我卷的手法太凌乱了 腰练好了再讲你们哈 现在先随便卷起来 把保鲜膜拿出冷藏 告诉我 改变瑕疵最简单触碰的方法是什么 藏起来呀 最后塗上决定胜负的紫薯粉 耶 一道清纯可口的紫薯白玉卷就做好啦 其实蛋糕卷我总没成功过 但问题不大 谁还没失败过呢 重要的是即使失败了 你也吃不着呀嘞嘞嘞 最难过期望就要 嘿嘿好好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得起飞每天 我是花西西UP主 欢迎温温 下期见 拜年